我为你心动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经常还有人说错我的歌名 比我幸福算是比你幸福 你说你怎么可能唱一首情歌是比你幸福 我希望我比你幸福 你们都不要那么幸福 欢迎小冬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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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完全一乐》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陈小冬 真的就是很久没有在台湾开演唱会 就是了 已经开了大概六年 对 台湾其实对你来说 是算是一个有特别感情的地方 就是有没有一些 对台湾歌迷的一些特别的回应 点地太多了 那个时候签名会很多 打歌服还有打领带的 有个歌迷就揪着我的领带 那因为我人太多 我都被整个人就夹起来 整个人脚都可以离地 你说他们把你抬起来吗 对 但是我的脖子 比较深刻的一些点地 因为其实这次就是三十周年的巡回 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活动 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的状态呢 我说实话只能每天我自己要保持Energy比较足 抱着一个往前冲的一个这么一个心态 这次的演唱会有没有特别的一些亮点 可以再跟歌迷朋友们说一下 演唱会的亮点就是会包括这么多年有打过的主打歌曲 然后我也想要包含一些 以往在演出少唱的 因为有很多歌迷他们会说 会不会唱这首啊 会不会唱那首一些 Side Track 看看有意思的那些 我想可能包含一点点 对 请问上一次生气是什么时候 好久 现在脾气变得很好 真的 突然之后我想不起来 起码都一两个月了吧 我原本以为是可能三四年之类的 那也没有这么好 为了一些幕后的东西 那些都是不能说的那些 就是不能说那些最气人你知道吗 就默默忍受 我很少用情绪来解决问题 我的情绪全部用在我的歌曲上面了 只用在戏剧里面会投入 再来第二题 如果这辈子 接下来只能吃一样食物的话 会想要吃什么 螃蟹 螃蟹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吃海鲜里面最喜欢吃螃蟹 而且是有肉的那种 哎呀 点一点醋 你知道吗 再下一些姜 这样的姜汁 感觉你想出很多料理 是不是 太久没吃了 为了演唱会有就是克制说不要吃这些东西 有啊 哎 现在只是这 这些美食都存在我的幻想里而已 那如果巡回结束的话 最想马上吃什么东西 海鲜大餐 全部补回来 对 下一题 如果有一天女儿带男朋友回来的话 会做什么反应 这我已经确定她是男朋友了 对啊 就是她就说 爸爸我今天要带我的男朋友回来 已经到你家了这样 敲门了 你们两个赶紧出来 你以为你是神雕侠侣 你以为你是神雕侠侣 啊 这是干嘛 啊 练育女心经啊 哎 出来出来 这招呼也不跟我打 对吗 你干嘛跟我聊聊啊 对吗 要分主持 是吗 他可能就是开门很有礼貌 就先给你问好话 你会想先跟他说什么 做什么工作 做什么工作呢 像很远的 没有啦 这些都是一些笼统的 在幻想里面的答案 我觉得真的 这个时候大家会很友善 哎你好你好你好 嗯 是有想过了吗 毕竟有两个女儿这样 有 现在越来越多表白的 他们会跟你分享吗 有啊 就互相会说 哎妹妹今天有几个人表白 然后姐姐有说几个人表白 其实他们的小朋友现在表白 只是觉得哎你很有趣 很想跟你交朋友 这样子而已了 在台上衣服裂开 跟麦克风没有声音 要选哪一个 选哪一个 对 一定会发生一件事的话 要选衣服裂开 还是麦克风 衣服裂开很好啊 蛤 不要赏 头条就是我 麦克风不出声音这个 这个算什么 麦克风不出声音的话 我声音我嗓人大 小巨蛋不用麦克风也OK吗 什么我上电视节目 你知道吗 播这个信有独钟 播到它这个颜色在跳带 然后跳到下一段 我还能够接得上 颁奖典礼 比我幸福 刚刚拿完奖 结果那个舞台呢 他们搭得不结实 我这半只脚就掉到舞台的下面 我的手在那里撑着 我还拿着麦克风去唱 请你一定要逼我 多久啊 我一转头一看 看到刘德华跟陈慧 就会领两个了 就这样的表情 感觉是遇到什么状况都没问题 什么问题没见过真的 什么风浪没见过 既然就是这么专业嘛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出一点小难题 要来考考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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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浓的发痛在心中 痛全是感动 我是真的真的与众不同 第一题我们太简单这样子 太简单了 太简单了 嗯 哦 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 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比我幸福 太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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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次 让我再多一天 可以陪你一起奉 重点 爱一天多一天 经常还有人说错我的歌名 比我幸福算是比你幸福 你说你怎么可能唱一首情歌 是比你幸福 我希望我比你幸福 你们都不要那么幸福 爱一天多一天 我在商演的时候 他们就乱报 我们要请陈小冬为 我们上台演唱一首 爱一天是一天 我的歌名 经常报错我的歌名 在念错我 就叫他们帮我写的时候 还我幸福 好像可以 是吗 心理游戏 我听到那个 我听到那个 编曲 倒在听眼睛的时候 那个听吉他的感觉 再来一首 那我们换下一首 这个真的很难 抒情歌好像 听起来比较难一点 有感觉吗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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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三个字 是吧 对 好像印度歌 对 有点像 有点像 有点感觉吗 我为你心动 没错 突然心动 对 对 因为那个声音的 那个声音的 感觉 我突然想出来 这个声音应该就是 突然心动 拍完那个戏呢 我就跟于三姐说 我演完宇文雍以后 我觉得 我能找到 这么一首情歌 它能够代表去 诉说了宇文雍这个角色 他的心情 这个MV还是我剪的 我想要为宇文雍呢 唱一首 比较acoustic的 我认为很符合 所以就极力 去争取了 这首 突然心动 买票没 出道到现在 发了挺多的专辑 不同时期的 一些歌曲 我相信 跟大家一样 就 大家陪我一路走来 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歌迷说 因为我听了你某一些歌 认识了现在的好朋友 因为某一些歌 我当时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相信来这么一演唱会 我们大家彼此的这个距离 会拉近 而且呢 透过这些歌曲呢 会对自己的 很多的阶段的经历 会有所共鸣 希望 我希望能够 能够这样子 大家进来跟我去打合唱 如果 世界上有这么一些 我的一些这么个歌迷朋友 他们还在对我有一些支持 那我应该 努力一下 冲一下吧 嗯 谢谢小董哥 谢谢 好 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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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